Hello,大家好,我是阿渡,专业厨师专业菜,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凉菜三色拼盘 首先准备100颗豆芽焯水晃入盘中 到时候我们切好的片都是晃在豆芽上面 我们先将芙芦菇切成2毫米的薄片 切好以后晃入碗中 将获笋切成薄片 将火腿切成2毫米的薄片 下一步我们要把芙芦片、获笋片进行焯水 西瓜烧水,加入5克食用盐 晃入芙芦片下锅 水开以后焯水1分钟,用漏手捞出备用 备好的获笋片下锅 焯水1分钟 然后捞出备用 下一步摆盘 第一片用切好的火腿片摆好 第二片第三片用获笋片摆好 第四片用胡萝卜片摆好 后面的一次内推全部摆完 下一步我们调制料汁 取一个空碗 放入50克红油 1克食盐 1克鸡精 2克白糖 2克酱油 3克橙醋 1克芝麻油 1克花椒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均匀的淋入盘中 好了一道色彩鲜明的三色拼盘就做好了 口感脆爽 酸辣开胃 连夜换上 与大鱼大的搭配 完美组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年近春节 视频可能会不定期更新 如有给您带来不便 请尽情谅解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